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我们这个董太师 董卓董仲淫好不好 大家知道他字叫仲淫吗 董仲淫好不好 好来董卓零星也很好用哦 好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那一个 战法好不好 抱威奸凶哇塞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奸啊奇怪 抱威奸凶好不好 自身在内的几方三部队对物特效上升150% 对物特效哦对物哦 另外呢该部队带有 白部位没有一名女性 一位女性攻击上升30% 那你四个女性最少 就可以上升到120% 那对目标在内的敌方 钢三部队发动300%的攻击 然后上升120%再动带300%的攻击 那若该部队赋予强化效果 每一种则威力上升10% 若该部队被赋予强化效果 每多一种则威力上升10% 好不好威力上升10% 主要是他对物啦好不好 对物的那个变得有力 增加150%的那个特效 对物的特效好不好 好那他的技能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这个自身为主将使欢喜 这个自身为主将使美当副将发动战法 攻击防 攻击防御智力机动对物 特效五种其中一种上升15% 那假设发动战法是女武将的话就加倍 好不好变成两倍 变成两倍就30%了好不好 那唯一的唯一的他的唯一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战法发动实在是太慢了 需要30秒好不好需要30秒 那我觉得这个他对物对物啊 真的是蛮蛮强的 加成算是蛮多的 因为下猴吨也才50%而已 那有一些那个翼祖武将啊 也是有也是有加工工程的那个 加成的那个趴数 那顶多是100 顶多是100 那我们的董太师呢 还是150%呢 是处于最高的一个工程必备的武将 好不好 好那我们这次就来 好不好就来给他玩一下 好不好玩一下 那我的我的组队呢 我的组队是本来是要组那个貂蝉 好不好 貂蝉然后再配SSR的 孙上香 那到最后呢 你可以配 你可以配四个都是女生 好不好 四个都是女武将 那小大桥这里 大桥可以换成SSR的孙上香 可以加成更多 那SSR的那个 我放了一支太子瓷了 也是因为要增加他的战力 因为要拍片嘛 对不对 就不能让他战力连那个贼都打不过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好笑了 然后我放太子瓷是因为我要增加弹力拍片用的 然后那原本然后我是放貂蝉 UR貂蝉或SSR貂蝉 那一般来说应该是会放SSR貂蝉 一般来说是放UR貂蝉 因为他加蝉会比较多 加150%的那个攻击加蝉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我这次是为了增加我的战力去拍片 然后打贼用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成太子瓷跟大乔 好吧大乔 那这个这两个 太子瓷可以换貂蝉 然后大乔可以换成孙上香 就看个人了 好那我这个技能没有特别的了 因为我是以 SAM战法连锁可以 可以顺利连锁的状况下去组队 所以我的那个第三个会放铝琴 好不好铝琴 也是可以加成100%的攻击 发动200%的攻击 然后攻击力上升10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成的一个武将 然后又可以配合欢喜这个技能 是觉得还是可以使用 那我的武装呢 就是用那个枪弩 好不好枪弩 那阵型就是攻兵 攻兵出 那我们是用发实车 投实车 投实车 那用这个组合来玩看看 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以这个 我们先有这个影片 然后会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用 用董太师来打贼 来打贼好不好 打贼 打贼的威力如何 我们的测试看看 然后第二个就是打旁边我这个白锯 好不好 白锯 旁边我这个白锯啊 我们要打白锯 好不好 4万 那我们就给他 因为他的那个加成150%的那个队伍特效 加成150%是可以三部队 所以我们可以发出最强的 让他去扫看看 好不好 扫看看 那他的加成之后的那个工程数据是多少 好不好 工程数据是多少 好 我们第一个先来打贼 那我们来选一下贼步兵 我们先打这个步兵 好 出发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 那个 端午的讨伐令啊 那可以去玩看看 他现在有加成50% 好不好 明天到明天 11点 晚上11点59分啊 好 出发 我们放大一点 呃 只礼白啊 每次只要获得一只UR5将啊 说真的 我完全放不上去的只有孙坚啊 UR瞬间我真的放不上去 真的就是 饥饿啦 好不好 饥饿 十字无畏 七字可惜 所以他现在还是跑到我的那个修炼的地方 去增加一些那个修炼的等级啊 好不好 那每当获得一个UR5将 我就要调整我的阵型 好不好 我的五个部队的阵型 五个部队的里面的那个武将的 武将的那个配置 然后有时候要取舍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那个无科 无科玩家资源有限嘛 所以就要取舍一些那个武将的配置 然后降一些战力 增加一些攻击力 也是要要有一些取舍 好 我们来了 进入战斗状态 那50级 499 144 我觉得是还蛮正常 在普通攻击下面还可以有暴击啊 47400多了 然后暴击7700多了 那我们等一下发动战法看看 好不好 发动战法 看是三连锁还是二连锁一点锁 来哦 还是一点锁了 暴威兼凶好不好 发动300%的攻击 哇 这个动画真的超 哇哦 发动参盘攻击 有22447耶 2000多耶 哇 我觉得 董泰斯打贼 蛮厉害的 这是还蛮不错的啦 再来找一只 步兵墙 好不好 那这样会不会太远了 这里有一只 我们打攻兵墙好了 打久一点 打久一点我们又看出来他的 他的那个 看得出来他的那个攻击的状况呢 好不好 还有连锁到底强不强 因为只有遇到一点锁而已 其实董卓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将 然后就是就是比较少用弓兵啊 礼拜比较少用弓兵啊 好了来了 哇 他的那个枪弩是用弓架的 你好好像机关枪啊 好嘞 我们来发动战法 30秒真的是比较久 你知道吗 超久的30秒 哎呦他对方发动战法呢 那怎么还是一一连几啊 一连锁啊 哇1625 应该可以再发动第二次啊 那我就拍片啊给点面子好不好 至少来个三连锁啊 秒掉对方 大家接待欢喜 路偏路偏快快心好不好 观众看的也也也舒服 来 二连锁 哇3355啊 3355 嗯 他会看对方啦 你假设是相克的啊 有可能会到三千 有可能到三四千 然后没有相克的话 同等级的有可能就是一千两千 335 我觉得啊 蛮 蛮好用的啊 只是 只是他没办法连续打好几次 像你假设是寄兵的话 他可以连续打了16 像孙上香 一瓦孙上香 他可以打16次 你在外面绕16 16打16次贼都还可以回来 然后但是测试完之后 董卓是只能打三四次 他的兵力就不够了 要回 要回成补充 就是有差啦 那没关系 我们主要董卓 也不是说 因为我们之后都是用 集体 集体进攻啦 也不是说单将匹马 要跟人家单挑啦 所以我们还是 还是以集体进攻 集火为主 所以 那个 会用到的种族 就是他的加成效果 好吧 加成效果 好 那我们来打这一个财 好不好 财 空白的啦 白点哦 好吧 那四万的我们看 加成后的对物效果 特性有多强啊 好不好 多强 那我们这次要派 派谁呢 我们派 派鸡兵好了啦 那我们派 派 派两个季兵去好了 好 那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哈 那我先把他取消 取消战法自动自动发动 好不好 就配合董卓的战法发动 看他普通攻击可以打多少 然后董卓加成后可以打多少 然后发动战法 董卓发动战法咯 那我们一起发动战法 哇 我刚没输一看呢 那多少 哇 973 141 97 176 哦 655 6566 6 哇 超快耶 哇塞 各位有看清楚吗 将知道然后 发动战法下去之后 然后对方收到了150%的 对物效特对物特效增加 然后他在发动战法的时候 其他部队发动战法的时候 可以打到9000多耶 我刚刚一直在按那个战法 但是没有注意到 我到底能打最最高是多少 但是我回神回来看的时候 是9000多 那我等一下看一下回放 好不好 大家一起看 他真的可以打那么多耶 那我看一下 攻占据点 那我看一下贵皇兵 这个是打多少 看一下 嗯 顺上将发动战法的时候 哇 5031啊 4703耶 像是97 34耶 9000多块1万耶 对方是这样看吧 这发动战法的时候 就是他发动战法时间 就是因为他接收到了 懂卓的那个加成 懂卓发动战法 给予11247 1000多 那懂卓发动战法 所以是3181 3181 我给予祭兵4200 409 4200跟4000多 哇塞 夸张耶 这个是懂卓的 那我们看一下 吕布 吕布在接收战法的时候 他发动战法的时候 就是已经接收了 懂卓的那个加成 那这个就是吕布发动战法 对物特效增加 对物特效增加 6558 哇 满高的 后面都打1000多 还蛮快1万 不错啊 对不对 零星懂卓 就是这么强 加上你7星的话 更可怕 好不好 更可怕 有可能打人家的 打人家的城 没几秒就打下来了 好不好 没几秒就打下来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董太师 那你可以全部都放女生 那因为我要增加他的战力 所以我放了一个太史词 那 董太师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所以他的队伍效果跟打贼 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测试下来都还不错 那他打成 打去点 真的还蛮不错的 蛮强的啦 好不好 发动效果下去之后 打了快要1万 好 还快1万 好 那这里是李白 我是李白 那我们下次介绍UR武将剑 大家拜拜